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你好 谈到明朝末年的历史,有一个人物是绝对绕不开的 他就是袁崇焕 之所以这么说,有两个重要原因 第一,袁崇焕畅仓意构筑山海关、宁远、景州防线 给大厦将请的明王朝打了一记强心针,暂缓了他的灭亡 第二,他使用了火炮守城战法,把当时西洋的火炮映入到实战之中 革新了十七世纪东亚的城防战术体系 不过,这样一位重要的人物,结局却只能用惨绝人寰来形容 崇祯二年,也就是公元1629年 这年年底,后京政权的皇太极率领八旗军队绕道蒙古 避开明朝的辽西防线 从长城大安口龙井关一线破关而入 突然出现在北京附近 远在辽西前线的袁崇焕文训后火速部署救援 他本人也奔回京师 与后京军队大战于京城城门之下 经过十天的敖战 后京军队一时败下阵来,京城暂时解围 可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 情势却急转直下 崇祯皇帝下令逮捕袁崇焕 其中的理由听起来有些离奇 说这次前所未有的危机就是袁崇焕一手导演的阴谋 是他引诱后京军队绕开了自己的防线来攻打北京的 崇祯皇帝为什么这么认为呢 在他看来,袁崇焕这些年在山海关外 拥兵自重,浪费军饷,不仅没有收复失地 反而畅言要和后京政权议和 这次朝廷身处绝境 倘若和皇太极定立合约 两国不再交兵 袁崇焕之前所有的失职也就不会被问责了 袁崇焕被捕之后,他的部下大为阵恐 准备脱离战场返回山海关外 后京军队也再度打到了北京城下 为此,袁崇焕不得不从监狱里递出书信 要求部下以国事为重,听从调遣 这才彻底击退了后京军队 不过,就算这样的举动仍然不能为袁崇焕洗脱嫌疑 六个月后 经过一番马拉松式的审判 朝廷判定,袁崇焕最大恶极 通敌叛国 他本人被绑赴北京甘石桥 凌迟处死 家眷人等也被流放 据说,在行刑当天 京师的老百姓对袁崇焕恨之入骨 蒸香从柜子手那里买他的肉 叫马不停 那么问题就来了 如果袁崇焕真的是罪有应得 那他为什么还要返回京师拼死救援呢 为什么他被捕之后 明知凶多吉少 还要从狱中递出书信 要自己的部下服从朝廷的调遣呢 另外,崇祯皇帝口中的拥兵自重 与后经议和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相信听完今天为你介绍的这本《袁崇焕传传》 你可以从中得到一些线索 这本《袁崇焕传传》的作者 是当代中国明清史专家闫崇年 他出版这本《袁崇焕传传》 在十几年前曾经引发了社会上广泛的讨论 这里边的理由很多 但最根本的一条 还是袁崇焕这个人本身就充满了争议 袁崇焕在世的时候 刑事举动争议就很大 他在山海关外抗击后经政权 做了很多不按常理出牌的事 比如与皇太极议和 杀军事统帅毛文龙 在朝廷里反响很不一致 袁崇焕离世之后 对他的记载和评价 也因不同的政治倾向搞得非常复杂 不是那么容易理清 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往往更有趣 也更能吸引人 关于袁崇焕的争议 网上的笔账多 成书的作品少 袁崇年这本《袁崇焕传》传 文笔严肃 历史考定上也见功力 十分难得 我从这本书中提炼的 是袁崇焕46年人生的一个框架 有兴趣的朋友 大可以按图所记 去找寻自己满意的答案 袁崇焕的一生 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以袁崇焕领兵参与军事为分界点 第一阶段是他38年平静的生活 内容相对简单 第二部分则是他领兵作战的八年岁月 这时期他的人生和历史病轨 做出了很多大事 需要交代的东西就比较多 另外需要声明一下 在讲解过程中 为了统一方便理解 凡是涉及年龄的地方 我都采用周岁 凡是涉及月份的地方 我采用的都是农历的月份 好 先来看第一阶段 也就是袁崇焕领兵之前的生活 袁崇焕生于万历十二年 也就是公元1584年 他的祖先世代居住在广东东莞水南村 一个叫袁家平的地方 袁家平位于今天广州和深圳的中间位置 距离两地都有六七十公里的距离 袁崇焕的祖父叫袁世祥 他从东莞乘船来到了今天广西吴州的滕县 从事木材和药材生意 久而久之就在藤县开设店铺顶居了下来 袁崇焕的父亲袁子鹏 紫成副业 最终落集在了藤县 袁崇焕早年的生活和一般的读书人没有两样 万历二十五年 袁崇焕十三岁 考中了秀才 九年后 他通过广西的乡市又考中了举人 那时举人的名额非常有限 很多人终其一生都考不下来 袁崇焕二十二岁就能考中举人 算得上非常优秀 不过 袁崇焕之后的考运就没怎么好了 中举之后 他连续四次参加进士考试 结果都名落孙山 直到万历四十七年 也就是公元一六一九年 三十五岁的他第五次参加考试 名列三甲第四十名进士 终于把自己的名字 留在了北京孔庙的进士提名碑上 也就在这一年 明王朝在东北一带发生了改变历史走向的大事 也就是著名的萨尔虎之战 1616年 女真部落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京政权 开始向明王朝发起挑战 1619年 明王朝出兵辽东 加上朝鲜的援军 还有尚未被努尔哈赤吞并的女真叶赫部 号称二十万人分四路进发 讨伐努尔哈赤 这次出兵 朝廷拨发三百万辆军饷 耗费巨大 战役预定的目标 是十日之内速战速决 直到后京大本营赫图阿拉 一举平定辽东 然而 战争的结果却是大大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不到五天的时间 四路大军有三路遭到权监 另外一路败退下来 主将也畏罪自杀 明王朝从此失去了经营辽东的主动权 到了第二年 也就是万历四十八年 皇帝去世 朝廷为了权力交接的问题 吵得乌烟瘴气 诺尔哈赤利用这个机会 一举拿下了辽东的政治军事中心辽阳 把都城从赫图阿拉迁到这里 军报传到北京 举朝战经 从此 辽东局势成了社会上普遍关心的话题 被当时的人称作辽氏 虽然袁崇焕对辽氏也特别关注 但当时的军事动荡和他本人还没有直接联系 就在努尔哈赤迁都的这一年 36岁的袁崇焕被安排去福建邵武县做了支县 两年后 袁崇焕入京参加考核 这一次入京 成了袁崇焕介入辽氏的开始 袁崇焕从福建入京 是天启二年的事情 这年正月 东北方面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诺尔哈赤越过辽河 攻占了明朝在辽西的重镇广宁 明朝的残兵败将 还有辽西的难民 统共有十来万人 一起向山海关方向溃退 此时 山海关成了前线 按照这些年朝廷一败再败 丢城弃地的情况来看 距离山海关只有六七百里的京城 也就离危险不远了 情势危急 朝廷一面宣布京师戒严 一面紧急部署下一步的防务 当时的朝臣都知道 防御后京军队是一个棘手的差事 很多人不愿意参与其中 在这样的气氛下 一个叫侯巡的御史奏请朝廷 说少武之县袁崇幻应封伟劣 请求破格录用 侯巡这么说 应当和袁崇幻在京期间 对防务发表意见 主动请应有关系 很快 袁崇幻的积极态度 就得到了回应 朝廷提拔他 出任兵部主事 根据明史 袁崇幻传的记载 任职兵部后不久 袁崇幻就单计出关 考察山海关内外的情形 这次考察 袁崇幻自信满满 也放下了豪言 说只要给足兵马前梁 他一人就能应付后京的进攻 不久 袁崇幻就改任山海关监军 由户部拨银两 供他组织防务 皇帝也从自己的私库里 拿了二十万两出来 让他招兵买马 袁崇幻从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好 袁崇幻早先的经历就介绍到这里 他出身一般人家 三十多岁考取京士 做了支线 如果不是时局动荡 他很可能会按照资历升迁 平静地走完自己的试幻生涯 天启二年 他在京师参加考核 凌威受命出镇山海关 从此成为影响历史的关键人物 接下来就是袁崇幻人生的第二个阶段 这是一段前后八年的戎马岁月 我把它分为四个部分 为你介绍 这时期 袁崇幻参与的历史大事 分别是构建关宁井防县 与皇太极一和 斩杀边疆毛文龙 最后就是应付几次之变 先来看第一部分 构建关宁井防县 关宁井三个字 指的是三个地方 山海关 宁远 和井州 宁远的位置 在今天辽宁葫芦岛下属的新城市 位置处于山海关和井州的中间 在宣德年间 明王朝就在宁远 设有军事据点 目的是要防御蒙古势力 到了袁崇幻时代 他成为防御后京的一个重镇 所以 关宁井防县 是南边的关宁防县 和北边的宁井防县 拼接起来的 他的建立 自然就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步 是巩固山海关的防御 袁崇幻出镇山海关之后 朝廷任命王在静 为兵部尚书 赐予上方保健 让他负责 环渤海地区的总体防务 这样一来 袁崇幻就成为了王在静的手下 很快 王在静就给他安排了一个任务 要他前往山海关外 安置难民 当时关外已经残破 人烟稀少 虎豹横行 袁崇幻接到命令后 不为艰险连夜赶路 将士们感叹他的勇敢 王在静也赏识他勇于认识 对他十分器重 不过两个人在如何防御山海关的关键问题上 却出现了矛盾 王在静在出任辽东精略之后 有一个基本方针 就是放弃辽河以西 在山海关附近作为防御的重点 进行消极防御 在他看来 广宁失守之后 辽西已经没有防御的可能 当时明军的前哨 只能覆盖到山海关外八里远的八里铺 所以王在静主张 在八里铺再驻一座关城 依托这个新的关城 向海湾方向 修一条三十多里的边墙 切断进入山海关的道路 并派四万名士兵在此一线驻守 这样 关外有关 墙外有墙 可以作为山海关和京师的屏障 而袁崇幻和他的看法相左 他认为 要守山海关 就不能放弃辽西走廊 他要在山海关外二百里的宁远 修筑坚固的城池 这样 既能起到防御山海关的作用 也可以向机而动 向后京占领的地区发动反攻 袁崇幻主张积极的防御 自然得不到王在静的认可 于是 他找到途径 把自己的构想递到了内阁手中 内阁看了他的建议 也无法决断 这时 大学士孙承宗主动请应 要求去关外现场勘查 了解住城宁远的可行性 经过一番考察 孙承宗发现了两个问题 首先 败退到山海关的将官 根本打不了仗 这些将官觉得 山海关固若惊惭 于是整日玩乐 丝毫没有大敌当前的紧张感 第二 山海关后方的防御比较薄弱 山海关内的冀州镇 士兵少 待遇差 万一这一线也守不住 山海关父辈受敌 很容易就被拿下了 所以 孙承宗要在辽西部署重兵 在那里拖住后京的军事力量 他在原重换构想的基础上 主张建立一条官宁防线 具体的做法 就是在宁远驻城 作为防御的前哨 同时恢复宁远到山海关 二百里之间的一系列城池 派兵驻守 层层设防 朝廷对孙的看法表示赞同 并且很快做出了人事上的调整 天启二年年底 孙承宗接替王在静 主导防线的建立 也许是得到上天的帮助 孙承宗当任之后 诺尔哈赤在辽东推行极端的民族政策 引来了当地汉人的反抗 之后的两年时间 后京政权无力西境 这给了明王朝一个绝佳的喘息机会 官宁防线在相对平静的局势下 逐渐成行 到了天启四年九月 经过将近两年的努力 原重换疏导的宁远城建立 从宁远到山海关之间 共计恢复了五城十三宝 开墾田母五千余青 收纳兵名达到十万人 一改往日的荒凉残破 而防线的另一头的山海关 也囤住了官兵十一万 有马匹近六万匹 官宁防线基本稳固 接下来官宁防线的第二段 也就是宁警防线也开始建立 宁远城建成后不久 孙成宗就派兵从宁远向北巡行 试探虚实 到了天启五年 孙成宗和原重换一定 关外的驻军 趋向后京政权控制的地区 一口气向北拓展二百里 覆盖景州大林河一带 构筑宁警防线 防线之内 效仿之前的做法 建立城堡 安置难民 进行囤墾 未来军队就可以就地征兵 就地取粮 实现撩人手撩土的战略意图 可就在官宁防线基本建成 恢复撩东稍有起色的时候 朝廷却后院起火 当时 东陵党为首的清流 参奏都督东厂的宦官魏忠贤 皇帝倒向了魏忠贤 东陵党人被排挤出局 孙成宗倾向东陵党 又手握重兵 自然遭到了魏忠贤的记恨 天启五年八月 孙成宗手下总兵马世龙 主动向后京控制的耀州 发动进攻 结果失败 宁井防线的驻军百姓 风声鹤唳 集体向宁远奔逃 虽然恐慌的军民 被袁冲换在宁远 阻结了下来 但这件事 正重魏忠贤的下怀 十月 孙成宗被逼辞职 不再过问疗事 朝廷另选一名叫高帝的官员 接替了孙成宗的职务 这个高帝一上任 也拿马世龙兵败做文章 一反孙成宗的政策 他下令宁井防线上的官民 先行撤入山海关 原有驻军缩减为游击港哨 缩减堡垒一并毁击 努尔哈赤打探到这一消息 在天启六年正月十四 率领六万军队再次攻入辽西 高帝在山海关雍重兵固守 大有放弃关外的意思 此时 从宁远到景州 只剩下两千士兵 努尔哈赤的几万军队 很快就会到达宁远 大战一触即发 袁崇焕决决定带领手下的 一万多人固守兼城 明军之前与后京交战 屡屡失败 一方面因为明军与八旗军队相比 不善于野战 另一方面 因为明军的军纪不严 战斗意志不足 不是混入内应 就是逃兵溃兵现象严重 战前 袁崇焕大力整肃军纪 把城外的军队全部撤入城中 避开与后京军在野外交锋 之后 他又带领满贵 福大寿几位将领 在士兵面前赐血为疏 势与宁远共存亡 激发士兵的斗志 这次守城 袁崇焕还用上了特殊的器械 他把朝廷从澳门定制的 十一门红衣大炮 也从城外拉了回来 安装在宁远城上 这是西式火炮 第一次用于关外的战场上 天启六年正月二十二日 袁崇焕完成布防 根据当时身在宁远的朝鲜使臣回忆 那天的宁远城一片宁静 等待着大战的到来 正月二十三日 后京军队从宁远城东的爱口率先出现 之后 努尔哈赤的大队人马赶到 在城外无礼安营扎寨 后京军队释放捕获的汉人 去宁远城劝降 袁崇焕拒绝投降 发炮轰击后京军大营 迫使努尔哈赤更换扎营地点 第二天 努尔哈赤下令攻城 双方在极寒的天气之下 敖战三日 后京军队攻城 轮番派人去城墙边挖墙角 但这次 明军城上有火炮 覆盖了原先不易防守的死角 守城部队不仅炮轰城下的敌人 还用棉被包裹火药 绑上柴火焦上油点燃后投向城下 城下的八骑兵前赴后继 跌尸而上 袁崇焕身先士卒 受伤不下火线 守城士兵受到鼓舞 连战三天 几度扭转危机 终于守住了宁远城 这就是历史上的宁远大吉 努尔哈赤起兵二十多年 战无不胜 这次却没法拿下宁远城 他愤恨而去 转而攻打宁远附近的绝华岛 绝华岛是明军在关外重要的物资粮草储存地 当时天寒地冬 绝华岛与大陆之间的海面已经冻成了兵架 为了不让后京骑兵登岛 士兵们冒着严寒 严岛开凿了一条十五里长的冰槽 在冰槽后面列阵防御 许多人的手脚在凿兵的时候都冻掉了 不料就在此时天降大雪 兵面重新冻合 后京骑兵突入绝华岛 将首岛军民一万余人净数屠戮 物资通通焚毁 宣泄一番之后最终撤离 宁远大捷的战报传入京师 士气大振 很多人开始相信关外是有办法守得住的 当然这样的惨剩到底如何评价 我们后人自可见仁见智 但它造成了一个政治局面却不可否认 战后主持撤销宁井防线的高地被迫去职 袁崇焕升任辽东巡抚 着手修复关宁井防务 第二年夏天 后京政权再次纵兵袭扰辽西 袁崇焕大败皇太极于宁远和景州城下 获得宁井大捷 从此 关宁井布防的策略再无人质疑 朝廷在这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一直支撑到明朝灭亡前夕 好了 到这里 袁崇焕接触军务之后的第一件大事 构建关宁井防线就介绍完了 关宁井防线的初步设想出自袁崇焕 这条防线的重要主持者 他又是其中一员 宁远一战 倘若失败 不仅数年努力化为泡影 参与布防的大臣会被追责 恐怕明王朝在天启年间就要轻负 宁远大捷和宁井大捷 关系袁崇焕本人的荣辱 更是给摔朽的明王朝 打了一记强心针 可以说至关重要 说到宁井大捷 这里有个小小的尾声 宁井大捷之后 魏忠贤把功劳归给了自己的亲信 袁崇焕和他并不亲近 也就遭到了排挤 另外 多年共事的几位将领 因为人事安排的分歧 和袁崇焕之间的矛盾越积越深 也快到了爆发的临界点 看到自己身边的不利因素越来越多 袁崇焕干脆上书称病 辞职回家赴贤 但就在他去职的五十天后 政局突变 天启七年八月 皇帝落水生病 在服用丹药后骤然离世 他的弟弟十七岁的姓王朱有俭即位 他就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贞帝 崇贞帝即位不到三个月 就处死了魏忠贤 惩治了依附魏忠贤的燕党 大批被魏忠贤整治的人重新回到朝廷 袁崇焕也不例外 崇祯元年也就是公元1628年 这年春天 袁崇焕出任兵部尚书 都市寄 辽 登 来 天津军务 执掌环渤海地区防务 崇祯皇帝亲自接见了袁崇焕 在故宫宝和殿的云台门外 袁崇焕向崇祯皇帝保证 五年之内恢复辽东 不过从天启二年到崇祯元年 袁崇焕参与防务已经六年 朝堂上清亚比后京的军队还难对付 于是袁崇焕希望皇帝能给他充分的信任 让他得以自专一方 做事情不会被人彻肘 崇祯满口答应 同意给他便宜行事的权利 接下来 袁崇焕前往关外前线 做了他从军之后的第二件大事 就是与后京政权议和 这件事情太叫人意外了 后来竟成了袁崇焕叛国投敌的罪证 那么一位宣誓五年内消灭后京的将军 为什么会和敌人互通款取 寻求议和呢 事情的始末到底是怎样的呢 崇祯元年 袁崇焕出任冀辽都师 这个职位里的冀是山海关内的冀州镇 负责北京北边的房屋 辽指的是辽东 冀辽都师 驻扎在宁远向后京控制的辽东进军 同时有责任协防北京 权责非常大 袁崇焕刚刚就职 还没出山海关上任 一个严重的问题就出现了 当时冥王朝财政吃紧 政府每年实际能掌握的收入 不过两三百万两 尽辽东方面需要的军饷 高峰的时候需要六百万两 早已入不敷出 山海关外的士兵迟迟发布到响粮 拖欠的久了 终于引发了宁远官兵的滑变 袁崇焕出关就职之前 当时的辽东巡抚毕兹肃就上书催促良详 但崇祯皇帝批复一个从之 不等于事情已经办了 户部写一个报壳 也未必真的落实 军国大事很快变成了公文之间的扯皮 崇祯元年七月 宁远的情形已经非常危急 当时住在宁远的本地军队 已经欠想三个多月 轮值镇守的军队 从三月到七月 严菜前也拖欠了十多万两 宁远一带的士兵群情激愤 军队的驻地 已经出现了匿名的接铁告示 要找管事的官员理论 大变就在眼前 崇祯元年七月二十五日 从四川湖广调来的官兵首先滑变 事态很快扩大 遍及各个军营 滑变的官兵涌入辽东巡抚衙门 把巡抚毕自速 总兵朱梅等人拖了出来 囚禁在城楼上 对他们拳脚相加 毕自速伤得最厉害 满脸是血 后来兵被副使郭广前来谈判 答应尽快给士兵发钱 郭广凑了两万两银子 士兵们觉得少 他又向伤民借贷三万两 凑足五万分发下去 滑变的士兵才稍稍平息下来 郭广趁机救下了巡抚毕自速 毕自速此时羞愧难当 又万般的无奈 得救之后 他尚书请罪 不等朝廷的处分下达 就自杀身亡了 宁远兵变事关重大 消息一传入关内 袁重患立即前往平溪 他日夜兼程 一到宁远 就凭借自己的威望 先入兵营 对士兵进行了一番说教 同时处理了带头闹事 和酿成鸡变的几个人 奖励了未参与滑变的将领 有奖有罚 事态很快就平息下来 朝廷方面 为了安抚人心 东挪西凑付了一笔钱 还把负责发响的官员 当作替罪羊予以罢免 宁远兵变的危机 就这样在八月初得以解除 滑变虽然平息 但是物资依然匮乏 响梁依然艰难 到了这年年底 景州的士兵也发生了滑变 崇祯不得不从自己的私库里掏钱 方才把事端平息 为此 皇帝对原重患颇为不满 敌人还没来 就先防着自己的士兵 只要士兵闹事 就得皇帝掏钱平息 这样的风气一成 那还了得 军饷的问题解决不好 崇祯皇帝就开始解决军队了 为了少花钱 他在全国范围内裁军 压缩军费开支 关宁井防线的兵响 就从一年的六百万两 压缩到四百八十万两 俗话说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崇祯皇帝这么一搞 元重患很难马上就发动 对后京政权的战争 他需要时间巩固后方 为此 他祭出了与后京甲义讲和的策略 为自己争取时间 其实 元重患这么做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早在两年前 宁远大战之后 他就用过类似的策略 还在宁远大战的时候 曾有官兵目击 说守城的火炮 击伤了后京的一个关键人物 后京军队攻打宁远 三天后就选择撤离 是否与此有关 当时不得而知 所以 元重患当时上奏战报非常谨慎 没有明确这个人的身份 后来 明朝从其他的渠道得知 努尔哈赤在攻打宁远等地时 的确受伤 宁远大战后七个月 突然传闻努尔哈赤病死 后京政权由皇太极继承 当时明朝的军队正在修整 前线一带都在抢修要塞 元重患觉得 努尔哈赤之死是有蹊跷 说不定是要让明朝放松警惕 方便他们出其不意 大举进攻 元重患和前线几位大臣商议之后 决定便宜行事 以吊艳努尔哈赤 恭贺新大汉即位为名 派出使者前往沈阳 探听军政情报 黄太极当时刚刚即位 还没有独揽大权 众兄弟争夺权位非常厉害 所以黄太极本人 也有意要与明朝暂修兵戈 全力投入到内部的政治斗争上 双方都把和好看作是 修整备战的重要手段 于是一拍即合 那么谈判究竟是如何展开 元重患和黄太极两个人 又会有怎样的碰撞呢 这些内容将在下集中展开 好 元重患传的上半部分就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见 感谢您的收听